現在跑1200米,拖著這隻正在走圈,這隻3號叫做飛躍精英 跑1200米,班德麗,姚本輝,這隻馬上次跑第四邊線 前次11是不好的,再前次第三是好的 4號仔現在慢慢走,這隻就是灰馬,上蒲精選 上蒲精選現在12倍,上次是18倍跑第尾 再前一次是野二,跑第1,即是不理冷熱的,冷更對 6次只有那次最厲害,跑1200米,跑馬地 當時是2月15號,當時是董明朗的 董明朗配他,現在又是原班人馬再來,檔位7檔 5號,飛躍海旋,上次第四,前次第3 今次是單位數字9倍,上次10倍跑第四,田泰安 現在變成霍宏星配偉達,偉達配霍宏星今晚贏了一場 看近5號這些邊線馬來的,6次贏過一次 當時是12月13號,跑馬地1千米,田泰安騎 當時是7倍,飛躍海旋,短途是好彩職的 6號,月球,月球我上次買的,試過買的,沒錢收 上次17倍跑第八,現在15倍,月球騎士是陳家熙 這場的馬贏過的有5隻,1,4,7,8,10,沒有份 6號最厲害跑第3,上次成績有2隻,8,10 就可以看了 7號,歡樂好友,湯普申 7號現在42倍,上次19倍跑第10 前次有飛7倍跑第11,前次14倍跑第3 就是拿以觸摸那些,但7號就是贏過本路程 7號有些上馬已經出去了,有些還未上馬,還在給指示 7號,歡樂好友,湯普申 後面是8號,乖獸豪俠 乖獸豪俠,是潘明輝騎的,上次8倍跑第3 前次7倍跑第2,現在潘明輝又來過,人馬合拍的 8號,本路程就是贏過,亦都是隔晚大熱門 不知為何隔晚大熱門 這麼多隻馬都不錯 上次是入位置,這樣說 潘明輝,人馬合拍的 10號就是線路,第一場線路精英就沒有拍了 線路光明,田泰安,上次楊明輪跑第2 楊明輪跟他合拍的 周俊樂也有個第3,戴文高就跑第1 現在是田泰安,田泰安過去6、7次都沒有騎過他 過檔了這些真是 10號,12米4檔就好了,近期入Q 蔡明紹,這隻叫神魔金剛,藍色3黃色V 11號,檔位一檔就漂亮了 可惜這馬連續幾次都跑好後 最近3次最厲害都是第7,最差的是第10 6次賽職最厲害第5 所以這些是冷門 11號,蔡明紹 這馬叫神魔金剛 沒近過 周俊樂,騎什麼?9號仔 周俊樂,前途光明 前途光明 上次第9至11 周俊樂騎他在12月6號跑過第三名的人馬合拍的 8號,隔晚大熱門,叫怪獸蠔合 1號仔,前鋒 現在拍著這隻 潘頓騎上出第4,前出第5 黃子康要3號8號 3號在後面 7號就是歡樂好友 歡樂好友連續兩次跑好後 8號這隻隔晚大熱門 為什麼會大熱門? 潘明輝 很多人選擇 3號8號 藍色衣服 蒲合超德 6號叫月球 8號3號 潘明輝二檔 和3號飛躍精英 上次跑第4 前次第尾 再前次第3 我猜他都 姚本輝、班德里都適合路數 我猜真的 連續三次之中有兩次 接近 8號3號 電算機 8號紅格 3號5倍 10號5.7倍 10號是上次成績好的 8號、10號上次成績好的 1號、3號、5號是上次跑第4 即近的邊線 贏過的馬就是14780 所以8號、10號 很多人關注 3號就沒贏過 不過呢 很多飛 3號因為上次第4 前前次第3 即最近這三次又兩次近 所以現在3號就是六格落飛 3號格馬是5倍的 蔡俊佳要3號、8號 跟我差不多 我要8號、3號 他要3號、8號 一檔位好 即是三檔 班德里 3號仔 Michael要3號、8號 9號 為何不要10號呢 10號上次入Q 檔位又4檔 檔位又好 這個女仔要8號、3號 因為也是跟我一樣 他要8號、3號 這麼多人選 不等於他跑到出來 我現在這些是服務性質的 10號也不錯 10號是淺途光明 上次入Q的 6號就是月球 不知為何要選這隻 10號 6號不知為何 6號15倍 我這個是記錄自己買什麼碼 順便做些服務 錄下它 因為過了就沒有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在說 你可以交叉了喇叭鍵 在YouTube那裏 聽不到我亂說話的 我可不可以原本本錄了別人去上載 不可以的 只要說些話 10號 線路光明 上次入Q的 這隻馬都幾好 10號 8號、10號是上次入位置的 所以很多人關注 3號 因為最近三次 一個第三、一個四 很近很近 所以很多人就關注它 檔位也不錯 班德里姚本輝也有交易 即是騎連合拍的 淺色衣服 紅色V 現在紅燈亮起了 讓主持 說一下 現場入閘的經過 這組是五班千雙 公選搞定 公明 飛躍海船 再來就是南門馬街 旁邊就是浪馬的震尼 再來就是浪馬 接著就是南門 歡樂無遊 3號扭完結了嗎 現在先放地先 接著是月球 兩隻 現在差不多交給集團 最後入閘 醫藥精英 過馬不備我當 三賽事 五班千雙暫時大熱 是八王幾局 好,來開閘 看看哪隻馬 走出來先 飛藥快亞船 第二 內蘭第三有怪獸 大愛多 紫色眼就走右 大約四五位 衝衫有毛來的 天藍衫大約幾位 還有光明 白衫不圓 內蘭未防 尾水馬紅衫 橙色眼就是衝衝 然後兩匹白 不是一隻街旗 對面中尾斷 官方的馬就好右 最在第二位 光明 內蘭第三 藥公英 主角第四位 內蘭第五 大熱馬 三個怪獸 內蘭眼就是千藍光光 做光明 都追傳那些馬 好,兩隻就好了 連保有仲偉精的 苦光明 中間追 怪獸公勢相勁 那邊呢 還有一圈 藏位置中大愛就是千雅 近點啦 怪獸將後的對手 軟軟定 而贏出這場賽事 藥跑第二 第三名 過金光 第四名 前道光明 八王順利取勝 不是不是 順利贏了出來 八王仔 那隻十號和三號 沿途在這裏 最後的二百米 不知道 你阻礙我 我阻礙你 都沒得跑的 你看看 三號仔在這裏 開頭跑得幾好的 十號仔包尾 兩隻馬在這裏 側賣一塊 三號 潘明輝 這隻馬連續兩次 第二第三 即是促世代發 這些馬 潘明輝和他又進了 Q 很多人關注 熱門來的 五號不懂 五號 五號也不錯 一個第四 一個第三 五號最厲害 跑第三 沒贏過 一出來的時候 三號就跑得幾好 然後怪獸 這隻跑得幾好 十號也跑得幾好 這兩隻馬 誰知走一隻 走一隻 冷門出來的 這隻叫什麼 連續兩次 跑第尾 這隻叫歡樂 好友 康普生 幾十倍的 走出來 帶了出來 這兩隻本來都幾好 但是一會兒 側了在裏面 不知在裏面 不知在裏面 被潘明輝很聰明 拉了出去外面 才跑 那些是冷門來的 這兩隻都沒有 包尾 這兩隻 不知道為什麼 一會兒 大家再看一次 潘明輝已經走到外面 這隻馬叫怪獸奇俠 怪獸豪俠 就出來了 你看看這隻三號 跟這隻十號 在這裏 兩個 噢 一側了過去 兩隻馬 你阻礙我 我阻礙你 三號仔都沒有位出 那隻五號仔飛躍海船 上次拍第四 走上來 跟潘明輝穿了一條Q 熱到這麼厲害 十一號 十一號 上次第五 前次第九 神魔金剛 五號也很冷門 五號和十一號同等 十多倍開跑 第一名那隻 就是隔晚大熱門 現場大熱門 下集團 下集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